大家好,我是来自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2018级硕士研究生高博文 今天将我来为大家简单介绍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创始人严福庆教授的生平 严福庆教授,自克清,祖籍厦门 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医学教育家和公共卫生学家 他先后创办了湖南乡亚医学专门学校 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 中山医院,城中费病疗养院 并且与中国红十字会订阅合作 接办了该会的总医院等医学教育和医疗机构 为中国医学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接下来让我们按照时间顺序 来了解闫先生的一生 首先是闫父庆教授年轻时的学业生涯 研究少在1904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 这在当时是我国最接触的大学之一 下面左边这张图呢 是圣约翰大学的校会 右边的图片是圣约翰大学的校园 1906年呢 闫父庆被选送到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深造 于1909年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 这是在耶鲁大学第一位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亚洲人 同年他在英国利物浦热带病学院 攻读热带病学 并且在短期内获得了热带病学的学位证书 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 左边的图片下面写了M.D. Medical Doctor 右边的图片是 闫教授的医学博士的学位证书 闫父庆教授创建了湘雅医学院 1906年11月 长沙雅里医院成立 开始时进湖美医名医生 1910年 闫父庆接受美国亚历会的聘请 在湖南长沙亚历医院任外科医师 就是在此期间 曾义务为阳开会烈士诊治 此事后来还曾被毛泽东主席提起 1956年1月 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宴请全国知识界的知名人士 闫父庆坐在毛主席左边 毛主席进入宴会厅 刚落座就对闫父庆说 30年前在湖南湘亚历医学院我就认识你了 闫父庆一愣 除了台阳凯 其他名人要人他都不记得了 想到这闫父庆茫然地对毛泽东主席说 我一点印象也没有 当时你是一个知名大学校长 我是一个无名小族 毛主席笑道 原来那天下着瓢泼大雨 闫父庆正在办公室 助手进来说 有一位青年求见 他的妻子刚生下孩子就得了妇科病 希望能免费住院 他穷 没有钱 史人湘亚医学院院长 湘亚医院副院长的闫父庆说 让他进来吧 一个身披缩衣 头戴抖笠的年轻男性走进来 诉说了事情经过 恳求医院能够免费让他妻子入住看病 闫父庆当场就同意免费住院 就这样 这个年轻人的妻子马上住进了医院 很快就恢复了健康 这个年轻人就是毛泽东 他的妻子就是杨开慧 辛亥革命后 台阳凯任湖南省主席兼督军 不幸罹患大悦性肺炎 病逝沉重 在病城的后几天经严父庆诊治 热忱骤退痊愈 从而赢得了台阳凯对现代意识的信任 以此事为契机 严父庆和湖美说服了台阳凯 以湖南省的名义 与亚里会合办一所医学校 定名为乡亚医学专门学校 合约为期十年 期满可续定 合约送至北京立案 被批驳 理由是地方政府不得同外国团体递约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严父庆签头成立了湖南御群学会 代表省方签约 合约才获得批准 御群学会首任会长为总统府顾问张玉俊 严父庆为副会长 聂吉坤任书记 合约签订后 省方拨给一栋坐落在朝宗门正洁的巨市宅地 为湘亚医学专门学校 湘亚医院和湘亚护士学校的临时院职 医学校第一班育科生于1914年冬始业 本科1916年秋始业 1921年夏毕业 由湖南省发给业证书 由雅里慧经美国康州大学授与医学博士学位 此后每年有一个班的本科生毕业 湘亚自1914年开办后 中美双方履行了合约中各自的承诺 中方在北门外购置了地产 新建了医学专门学校 雅里慧穆德捐款 建造了一座钢筋混凝土的现代化医院 和配备了三个设备 一共约150张病床 医校和医院于1919年先后迁入新职 医校医院望恒对语相得益彰 后又盖了护校教室和宿舍 以及述所教员住宅 后来严福庆教授还创立了上海医学院 1926年严福庆被聘到北京 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副院长 在此期间 他深感外国人把持学校大臣的弊端 决心要创办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办的 规模比较大的 设备比较奇纯的医学院 于是他就会同乐文赵 高进了赵运文等开始筹划 当时正值第四中山大学 由南京原国立东南大学 等几所学校合并改组成立 该大学计划设立农工医教文理 达商八个学院 经严福庆与第四中山大学校方商议 将医学院设立在上海 学校以苏州前江苏医学专门学校的 图书仪器标本为基础 由政府将在武松的原政治大学的校址 拨给该校 陈福庆被任命为首任院长 1927年10月 筹备工作基本就绪 学校正式开学 建院之初教师仅几人 学生只有两个年级 继续29人 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学制定 为7年 前两年为育科 由大学部理学院代办 以后也招收其他大学 育科二年级以上的学生入学 医学院本科为5年 陈福庆于1928年6月 辞去了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职务 正式到上海医学院工作 1928年 医学院先后改名为 国立江苏大学医学院 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 1932年9月独立 称国立上海医学院 1952年改名为 上海第一医学院 1985年5月 改名为上海医科大学 这是1927年 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 的校址照片 这是五十年代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大门的照片 这是三十年代的国立上海医学院院歌 由黄岩培作词 学习一作曲 于1936年传 学校创办以后 就与中国红十字会协作 接办该会总医院 也就是现在的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的前身 作为学校的第一所教学医院 严父亲兼任医院院长 这是华山医院的照片 此外 严父亲考虑到当时在吴松的校舍 与实习医院相聚甚远 学生来往不便 并且学校规模太小 他感到各学科要发展 急需天见校舍 更想到学校倘若要进一步发展 就必须有自办的实习医院 1930年 严父亲正式向社会发出 创建上海医事中心 也就是现在的中山医院的倡议 1931年1月17日 中山医院发起人会议 在上海银行工会召开 事业部长 中央银行行长孔祥熙 孙中山之子孙科 部上名流 王一廷 刘鸿生 石良才等27人与会 会以郑重宣告 上海中国医院筹备会成立 严父亲担任总干事 为了筹建医院 严父亲募集想了很多办法 募集捐款 宋氏三姐妹的母亲 你贵真实事 全国各界赠送了巨额的丧仪 严父亲上门拜访 丧仪用意建造医院 这是替老太太造福啊 老太太小时候 寄居在吴宏玉家 吴宏玉是我的舅舅 我们还是有渊源的呢 就这样 男父亲获得了 宋氏家族 家道理 沙逊 张学良等社会名流 还有 浙江政府 江海关和银行工会等机构的大力支持 1936年4月 中山医院 国立上海医学院新校舍同时奠基 1937年4月1日下午20 丰林桥边上海迎来的特别的一天 举行国立上海医学院新院舍 落成及中山医院开幕典礼 这是开幕式留下的照片 从左到右一次为 孔祥熙 宋爱玲 宋美玲和严父亲教授 在严福庆教授的游说下 1933年 沪上工商名人 叶成忠之子叶子恒 捐出了占地80余亩的江湾叶家花园 上海的结合病医院就此诞生 严福庆兼任首任院长 这就是后来的上海市废客 除了上述医学院校 严福庆还联合了吴连德等人 在1914年5月发出了 组织中华医学会的倡议 1915年2月 在上海正式成立了中华医学会 在成立大会上 严福庆被选举为首任会长 1914年4月14日 严福庆发表中华医学会宣言书 宣告学会宗旨是巩固医界交易 尊重医德医权 普及医学卫生 联络华阳医界 1914年11月 创开了 此前 中国有一个医学协会 称为中国博医会 是由外国人创办 在当时是不允许 中国的医生参加的 1932年4月 中华医学会与中国博医会 职委会在上海召开会议 双方采用通信表决的方式 证得全体会员的同意 宣告两会合并 合并后的中文名称仍为中华医学会 并明确规定 外国人不能任会长 总干事和会计的职务 从此 中国的医务工作者 有了自己的学会和自己的医学杂志 此外 严福清还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国联卫生组织 曾找到他筹建国联卫生部 他欣然接受了这次任命 如图是他设计出的 卫生系统行政构架 在这个构架当中 农村的卫生覆盖 是严福清设计的重中之重 以及在战争时期 抗疫战争期间 他担任上海市救护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发动了学校的广大师生和医务人员 组织医疗救护队 奔赴抗日前 他曾经说 在此抗战时期 不论对于前方之战士 及后方之民众、难民 均需要卫生、医疗、救护、防疫等措施 因此医师、护士等各项医事人员 置为重要 为此项人员远属为数有限 必至求过于功 故在战时 必须依赖各医学教育机关 以最短之时间 产生最多量之医事人员 以资源源供给 原父亲呼吁社会各界 踊跃捐助急需物资 如汽车、邮部、卫生材料、手术用品等 又向新闻界发表谈话 控制了日军多次轰炸 红十字会人员的罪行 他的妻子曹秀英办了一所孤儿院 收容战时无家可归的孤儿 他的长女受训成为了 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 长子在抗战爆发时 上在美国留学 严父亲写信 叫他马上回国参加抗日战争 在抗美援朝期间 严父亲组织领导了 上海市抗美援朝支援医疗手术队 上海医学院的各附属医院 先后组织了三批支援手术医疗队 以及严教授牵头组建了 对抗200余人的反系军战的防疫检验队 以及在严教授七十余岁高龄时 还亲自参加了慰问团 亲赴东北慰问志愿军 在和平年代 五十年代初 严父亲目睹同人们的工作环境差 看中了与附属医院及现在华山医院 毗邻的周家花园 平台楼阁小桥流水 可是闹钟取静的好地方 见过多方奔走 周家花园终于化归医院 在新职启用大会上 古希致年的严父亲真诚地说 他但能使用周家花园 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具体化 要感谢党 感谢毛主席 如图就是1956年1月的时候 原父亲在北京参加 毛主席宴请知识分子的情景 1957年他受到了卫生部的夹奖 84岁时 他还赴北京参加了第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聆听了周总理所做的 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 宏伟计划 感到非常兴奋 回到上海后 激动地叙述了这个规划的内容 传达了中央首长 对发展医药 卫生事业的关怀 对此他深受感动 是在自己的有生之年 更好地为祖国的医学教育事业贡献力量 他到晚年 还始终坚持参加学校内外的 各种会议和各项社会活动 他曾任第一 二 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兼上海分社副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会名誉副会长 和基督教三字爱国运动委员会委员 这是严教授的 最后再让我们一起来简单回顾 严父亲的一生 严父亲于1882年7月28日出生于上海江湾 1904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 1906至1909年赴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深造 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1909年赴英国利物浦日带病学院研读 获得日带病学学位证书 1910年任长沙亚里医院外科医生 1914年赴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攻读 获得公共卫生学证书 1914至1926年创办了长沙乡亚医学专门学校 并任第一任校长 1915年组建了中华医学会 并任第一任会长 1926年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副院长 1927年10月组建了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 也就是上海医科大学的前身 并任第一任院长 1928年7月创建了吴松卫生公所 1933年6月创建成中肺病疗养院 也就是上海市肺科医院的前身 并任第一任院长 1937年任上海市救护委员会主任委员 1938至1939年任武汉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 1949至1951年任国立上海医学院临时管理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1951至1970年任上海医学院 在后来1952年的时候改成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副院长 在1970年11月29日 于上海的家中逝世 作为学者 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值得我们永远的铭记 最后谢谢大家 我的介绍就到这里